106年全国运动会将于21号在宜兰登场 19号上午市长林佳龙授旗台中市代表队 希望选手们能够自我超越拿下更好的成绩 如同花博石虎花车一样凯旋归来 为市民带来更大的认同感以及光荣感 市长并且制赠代表队加菜金 期许所有选手保持上届的好成绩 今年更突破自我再创假机 市长亲自授旗选手齐勉代表队再创假机 106年全国运动会将于21号在宜兰登场 台龙市长林佳龙也亲自为台中市代表队授旗 希望选手们能够自我超越拿下更好的成绩 如同花博石虎花车一样凯旋归来 也为市民带来更大的正统感以及光荣感 台中市会在这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运动城市的建设 我也为这些要出赛的选手授旗 为他们打气加油 希望他们凯旋归来 就像我们最近的十五花车一样 可以带来我们市民的更大的认同感跟光荣感 台中市代表队在上届全国运动会 一共夺得四十八金得到全国第四名的夹击 而今年临选顶尖运动员 组队参加有三十三项的竞赛 参与人数更是高达有八百四十六位 期望可以突破上届奖牌数 离院奥运是因为场面太大了 所以自己心里都会很紧张 然后全运会的话就是挑战自己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再突破 全国运动会是在台湾 可以说是最竞争最激烈的一个赛事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成绩 那我们也要做他们的后盾 市长也表示 台中市致力推广运动风气 除了广设基层训练战 也将成立国家级中部训练基地 未来更将主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以及东亚清澳打造台中成为运动城市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到